大家好,欢迎收看您的资料 最近两天,中国的网络上反响最热的 民间舆情最高的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中共最近正式的推出了 所谓的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的这么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其实酝酿了很长时间了 你这网上稍微查一下 八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有人在提议这个方案了 但是这一次却造成了非常大的舆论反响 我们就来先看一下他的方案 他的方案是这样说的 用十几年时间把目前 因为目前在中国男性正式退休的年龄是从10到60岁 女性有两类 一般的是比如事业单位的这种就是55岁 如果是那种工人就是50岁 他分别把60岁通过用十几年时间 渐进式的延迟到63岁退休 然后把这个女性的从55岁延迟到58岁也是渐进式的 然后或者从50岁延迟到55岁也是渐进式的 这是中间第一大的内容 第二大内容就是说原来你交社保 你交15年就可以有资格领这个社保的退休金了 但是现在把延长了20年 这两个具体的内容 如果仅仅从数字上看 中国延迟到的退休年龄似乎在全世界里放在和其他国家对比 没有那么夸张 因为似乎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好像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数字 因为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到67岁了 男的都要到67岁去退休 然后甚至女的到60多岁退休 然后甚至有的是68岁的 欧洲有国家只有68岁 那为什么中国这件事情会造成如此大的反响呢 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群情激愤的程度了 而且有很多人在网上做了一些比喻 有个年轻人我想大家可能都看到那个视频 他就是说就像他去买那碗拉面一样的 他说要等60分钟的拉面 花比如说15块钱 他突然间还剩下5分钟 快给他上拉面的时候 那个人来要给他多加5块钱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多交5年的社保 并且这个时间要延迟了63分钟才给你 他说这个节骨眼上给你加这个钱 他说我怎么办啊 这就是一种强盗的买卖了 强买抢卖了 就临时加价了嘛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跟你达成这个 最早的这么一个协议或者合约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按照你和我们的这个规定 我们都按照这个在 比如说我们交15年的社保 我60岁的时候就可以拿到社保 我们都是已经按照这么一个规定 你在半中间就给我们加价 我们能接受吗 像他这个视频呢 在中国传得很火 其实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一种非常强的愤懒 但我刚才又说了 从数字上看 似乎中国这个数字并没有那种 比较西方的那些民主国家发达国家 中国的退休年龄实际上还是很早的嘛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中国这个社会 如果你要比仅仅是比这个退休年龄的话 你就不能仅仅是比退休年龄了 是不是 你还要比各种其他的方面呢 中国社会显然就是和西方的民主社会就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不能够仅仅是把退休年龄拿出来比 那我稍微提一下澳洲 澳洲的这个退休的 比如我们怎么管理自己的退休 政府是怎么安排的 那和中国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退休基本上是有三个主要的成分的 因为每个人他除了政府这个兜底 政府有兜底 比如说你真的很穷 你啥也没有 你到时候真的要靠政府来养老也是可以的 政府给你养老 你如果就是你吃喝住都有补助 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只要比如说65岁以上 那你的什么各种费用都会往下降 比如说电费有补助 如果你租房的话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资产 租房的话 那你租房有补助 然后你打电话 电费 很多东西 交通费去买的一个火车票 汽车票 全部都有补助 那些一旦上来65岁的人 他有叫cinecar的 他干很多事很便宜 比如说原来的话 我现在不太精准 原来一块钱一天在西南娃尔市 他就可以随便坐公共交通 不限制的 当然中国现在很多老年人 也是城市里面的老年人 免费坐车 咱们也得看到这一点 就是说在国外的这个政府 就是说如果你要养老的话 这个政府是兜底的 这是一部分政府给你兜底 第二呢 你有自己的财产 比如说每一个到了六七十岁退休的人 都有自己的房子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房子了 而这个房子很保值 那比你当年买的房子的时候 估计增加十倍以上 这个 所以呢 其实真正退休的人 都是很富有的 他也没什么花销 他也没什么债务 都是很富有的 除非自己很不负责任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自己的养老金 澳洲的养老金是独立的 比如说 我有个专门的账户 就是我自己往里面存的钱 他其实现在法律规定 如果我是给某个人工作 我是一个雇员 那那个雇主 需要从我 需要给我的工资的同时 另外外加一部分 存到我的养老金 账户当中去 原来是9% 8% 9% 现在提高到11% 12% 比如说 假设我一年的工资 是10万的话呢 另外我的雇主要拿 现在要拿1万 1万2 存到我的养老金里面 所以一般人 只要你坚持工作 你就算是不存钱 你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的养老金 都是已经有很丰厚的 积累的钱在那放着 所以澳洲的养老 就是这样的 自己为自己的养老 负责政府给你兜底 还有再加上一个福利社会 但在中国就不是这样 中国我们再看这三样 中国的首先 你说社保这种东西 都是集中统一收钱 政府把你的钱 每个人交的不一样 你的工资高低不一样 你贡献的也不一样 但是他把这些钱 统一的收起来 然后收起来统一的分配 就是说你也许交的多 但你分到你身上少 而且这种分配 是极端不公平的 我们过来再说那个 就中国第一 你的养老金 这部分是统筹的 一旦政府 把你的钱收走了之后 那就不是你的钱了 所以中国人 现在工作人 在养着现在的老年人 以后等现在 这部分老龄化了之后 就没人在养他们了 所以这个是个 非常大的问题 这第一个 就是个人养老金的问题 第二呢 你自己的资产 你有没有房产 现在中国赶上 目前这时候 那房产跌得跟个 跟啥似的 大家都知道 房价已经崩溃掉了 所以中国 平民老百姓没底 而且他们的房子 卖不出去 现在二手房 卖得出去吗 很难卖 所以没有人 中国也有房产 原来中国70% 统计下来数据 中国家庭70%的资产 都是他们的房产 但现在这个状况 谁敢依赖自己的房产 去养老 谁也不知道 到他们退休的时候 甚至现在 当然很多中国人 也开始要退休了 他们实际上就急 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 原来可能 他的房子还值100万 他可以卖掉 有100万养老 现在这房子卖掉 能不能卖50万 他养老钱 一下子就亏空了 这么几十万 这个又是巨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没有财产了 或者财产急剧缩水 第三你政府兜底 你是一个福利社会吗 虽然我刚才说了 有些 比如说有些老年人 在中国公共汽车票 可能是有的是免票 给你当卡 你其他方面呢 你其他方面都底 你有没有 各种最低保障 中国那最低保障 拿起来 可能真的就是 只能买几万面的 这种水平 所以呢 这三点都缺失的情况下 所以中国老百姓 对于政府的 他们的这个养老金 退休金就特别特别重视 因为目前的这个退休金政策 实际上 就是中国搞这个社会主义 这一套整个经济体制 对于老百姓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承诺 或者说对于大部分工作 有工作 曾经工作过的这些人 他们的最后的希望 而目前在中国的 这个经济状况下 这个希望 或者说他们所依靠 最终依靠了这个 政府给的这个退休金 就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重要 以至于变成决定性的 如果政府不给 或者减少给这部分退休金 那很多人的生活 立马就会陷入急剧的困难 的确 中国现在的很多老年人 收入是非常高的 就相对于年轻人说 但是呢 这个是不平均的 我们就稍微谈一下这一点 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中国的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 这个老年人的退休 他们的待遇是 这千差万别 差别特别大 或者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说是双轨制 多轨制 最重要的差别就是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 公务员和非公务员的差别 原来公务员还是不用交受保的 就是纯粹从中国那些 他们收统筹的那一大 从老百姓身上 刮来的那些退休金里面 这个公务员还白拿 当然现在的公务员 也开始交受保了 但是无论如何你 你真的是在体制内 你离这个体制 你越是当官的 你离体制越近 你的那个退休金区越丰厚 当然人能够享受 那么高退休金的人 也有限了 比如说中国的什么师级 什么团级 甚至副部级 那咱们不说那些权贵了吗 就一般的这种高官退休 一个月是几万块钱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那八九万的都有的 那种 这当然是人生很少的 一个权贵或者特殊人员 这部分 撇开这部分不谈 真正体制内的普通人员 现在也有一万多以上 什么事业单位 当然是属于 你看你这事业单位 有多重要了 你只要是这种单位上退休的 那都是一万多 少说也有八九千 这种很多 然后就是企业退休人员 如果是企业的 你显然离政府 就稍微远了一点 那你的退休金 当然你什么样企业也有关系 可能三四千四五千 然后是一般的工人退休的 可能就两三千 在城市里面两三千的退休金 也仅够糊口 现在就这部分 我刚才说的这部分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已经有好几个类别了 很多时候他们的退休金 老年人 中国老年人是很节约的 他们退休金不光是养自己 他们还养着自己的小孩 什么养着第三代 中国有很大部分人 啃老就是啃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退休金 其实不光是这些老年人在用 他们支撑着一个家庭 甚至支撑着三代人在用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那我们再看一下农村 农村老年人 有正儿八经的退休金吗 目前按照政府给他们的退休养老金 一个月就是两三百的这种水平 两三百它够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只够吃几碗面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我刚才说了 中国现在 同时中国现在经济 面临着要崩溃的这种样子 你突然间 我们说虽然说政府推出来的 63岁在全世界拿上去 不算很过分 而且它是渐进的 用十几年时间慢慢过渡过去 但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涉及到的金额 真的你拿出来算一下 你还是很吓人的金额 比如说你多交五年的 多交五年的社保 等于说就是让你多贡献五年 然后你少领三年的退休金 那我们就算一下 中国每年目前 每年收的社保 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社保 一年大概是八万亿左右 可能接近八万亿吧 就是七八万亿这个水平 而且每年都在涨 每年都在往上涨 每年将近支出和收入加起来 这个差别将近是按照一万亿的水平往上涨 我们现在就按八万亿来算 八万亿五年就是四十万亿 不是你还要延迟三年再收吗 每年支出的也差不多是七八万亿的水平 七万多亿 我们如果按八万亿来算 那每年你晚支出三年又节约了 三八二十四万亿 所以加起来就是六十四六十五万亿左右 就将近有六十五万亿人民币的钱 政府自己抓住了 少给了 多收了 少给了 加起来是六十五万亿的差别 按照今天的人民币 就是有六十五万亿的差别 这是非常恐怖的 中国一年所有的政府乱七八十 加起来也就二十一万亿左右 这一下子六年 三年 全部中国政府的收入 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 所以他用了十几年想慢慢过渡过去 那你怎么说 也是平白无辜的 从老百姓身上等价的 刮了这么多钱走 这可以说是一个明知明告 这是相当大的横针暴脸 如果你总和来看的话 所以这是一笔相当 如果按照那个时候的款项就上百万亿了 因为会涨嘛 每年之后往上涨 这是一个天量的财富 所以刮的也很多 而且目前我们看中国的经济 经济处于崩溃状态 房地产已经崩溃了 老百姓的资产极速的缩水 很多老百姓现在的生活已经属于招不保齐了 那种感觉了 同时你说现在马上要 马上要 面临他们要退休的人 他们的前景 每年都会越拿越少 他们前景说 越拿越少 越拿越少 他们怎么支撑这个生活 同时我们要看到 他们没有自己 同时我们要看到 另外中国的这个 这个老龄化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虽然他是说延迟退休 其实是你的失业 你是找不着工作了 现在别要说六十多岁的人找工作 现在四十多岁的人找工作 都极端困难 所以那几年他们怎么过 所以中国老百姓 现在是处于极端悲观状态 你不能够把中国的事情 跟一个福利的民主国家来等同 民主国家 我刚才说了 他们有政府兜底 有福利 他其实 民主国家那些老百姓 都不存钱的 他不存钱的 他给他延迟到六七岁 拿了养老金 对他们说 他们还抗议 那些大部分都会抗议的 但是不是实质性的影响 所以你没有办法 来两个进行直接的对比 这是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的对比 所以中国 特别是中国现在 老百姓现在 他们的安全感越来越小 现在他突然发现 政府搞这一趟 政府搞这一道 虽然这个东西不是 马上就反映在他的退休军上 或者不是说马上退休的人 就拿不着退休金了 并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给他们的感觉 就是雪上加算 因为他 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政府真的 政府的退休金 社保 已经处于一种半破产状态了 而且现在开了这个口子 往后将会越来越糟 谁能担保明年或者后年 不出一个更厉害的政策 因为政府这么做的 唯一的原因就是 社保入不敷出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地方 他已经开始苛扣这些公务员的工资 延迟发工资 各个地方 很多什么医院 甚至连医院的工资 好多都开不出来 那他现在这个手已经伸向了社保 伸向大家的退休金上了 那大家你对明年还有信心吗 对后年还有信心吗 所有人其实在他们非常糟糕的时候 又马上又来政府学上加算这么一下 所以大家实际上情绪已经有点崩溃了 其实 所以他们的反响才如此的剧烈 中国的知名学者秦辉 对于这个问题有他的一个解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政府把所有的权力垄断了 他管的中国从天到地 老百姓的所有的事情 连裤裆的事情都管 都要限制 都要压制你 他是一个无限政府 你既然是无限政府 你不是说政府来养老吗 你为什么要推开自己的责任 你在自己的责任上 却变得你可以不负责任 你随时减少自己的责任 但你实际上在权力上 你确实无限的 这是秦辉 中国最著名学者之一 他的观点再次 再次问一下 而我们要看中国的经济 其实我其实说了很多遍了 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危机 然后马上爆发的 整体的社会经济 整体的总危机 这个情况下 最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老百姓现在已经受伤了 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但中共推出的所有的政策 都是不断的继续来刮你 继续来收刮你 继续来吸你的血 因为中共在自己的这个体系 也搞不下去了 他最终的方案 还是把这一切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他目前出台的这个 也同样是一种转嫁 所以我们看 你们看中国的社保 其实是非常匪夷所思 全世界都找不出来 这样一个体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段时间那个数据 每年中国要从这个 两部分人身上 搜刮这个社保金 因为所谓的社保 就是中国老百姓 实际上中国政府要的是 中国老百姓 你的养老你自己解决 他的社保就强烈 从你的身上收 就是一种税 他就是加的一种税 在你身上你自己养老 其实政府平时 恒征包联的那么多税收 他没有说拿出一部分来 全部给你老百姓的养老 如果你看一下民主国家 他们在医疗 社会福利上的支出 是第一大项 他说绝大部分 大部分钱啊 用在远超什么教育 远超国防 远超他是所有其他东西 这部分给老百姓 平民百姓的这个福利支出 是所有民主国家最大的一项 根本很难压缩的一项 那中国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中国最多的钱用在什么地方 可能扎在雄安啊 扎在一带一路啊 这种事情上 还有全部变成这个 还变成基建投资上面 其实所谓的基建投资 全部这个中共权贵 全部自己 中保私囊了 所以呢 然后呢 你看老百姓养老 该怎么办呢 让你老百姓自己往外掏钱 所以呢 他说你如果 比如说 加在企业上 企业要给自己的职工 担负的这个社保 是非常非常重的 非常非常重的 然后呢 如果没有工作的人呢 你自己得交 你失业的人 自己得交社保 你不交社保 你补不起 比如说现在是20年了 马上就15年变成20年了 你补不起这么多年 你没有社保 给你发 有的人说 我就不交社保了 我不指望你 那个给我多少钱 我自己把这些钱存着 对你可以这样做 但他把医保 给你联系在一起 你不交社保 你也没医保 现在谁敢啊 你看中国你一旦没医保 那医院就可以把你剥成皮啊 很恐怖的 在中国的医疗费是天价 所以大家不敢不交社保 要为了这个医保 所以全部被中共 他都就是给你卡死的 算得好好的 你没有出路的 所以中国就是很奇葩的 其他国家 失业人员的政府补助 补贴给你 你还可以拿失业金 在中国失业人员 如果你还没到这个退休年龄 你失业人员 你自己还得往外 给中国接着交税 你还得失业了 你还得不断的给政府交钱 我有个远亲就是这样的 他没有任何收入 他很可怜的 自己真的没收入 没办法了 他可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 外在因素残疾 这种因素 但他不得不捧着钱 给政府交钱 为了保留 他这个医保在哪 只有中国这种弱势群体 没有收入的群体 还在往政府交着税 多么奇葩 现在政府好 自己把钱挥霍的差不多了 自己没有办法 给老百姓养老了 又加上这个老龄社会 中国这个人口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又加上老龄社会 能工作的人 工作机会 经济整个是在萎缩状态 所以他最后 就开始砍你的 他原来许诺的 给你的这个养老金 就砍呗 就少呗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下子就少给你的 六十多万亿 这就是中国目前 延迟退休的实质 这也是为什么 老百姓简直愤怒到了极点 这最根本的原因 而有的人还在问 中国人现在六十三岁退休 你看比较起德国 六十七岁退休 你应该知足吧 那样的人才是无知 好 今天先拿走 咱们下个讲 拜拜